有人说,中国是婚姻,想离离步了,想过过不好。 谈恋爱时,不开心了,大不了一拍两散,可是一旦结婚了,为了家庭和孩子,只能一忍再忍。 然而近些年来,离婚率反而不断攀升。 从2003年到2019年,我国离婚率已经连续17年上涨。 2019年,我国离婚对数已经达到470.06万,同比增长5.4%,离婚率达到3.36%。 在固有的印象中,离婚意味着失败,意味着没脸面,可是现在却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小事。 结婚不再是择一人而终老,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,还可以离,只要自己不后悔就行。 可是,换一个人就会好吗?离了婚真的不会后悔吗? 我们采访了很多离婚男女,没想到答案惊人一致。 爱霞姐,离婚4年。 我和前夫是亲戚介绍,在结婚的第七个年头,也是跟婆婆一起居住生活了五年后,我们离婚了。 大家也能猜到是为什么,婆媳矛盾有,但也不完全是。 一开始只是生活习惯有些摩擦,我的房间随便进,自认为我用不完的护肤品随便拿,炒菜不洗锅,说还有油,晚上接着用。 至于前夫,完全指望不上,整一个妈宝男。 每天饭来张口,一来伸手,吃完就躺在沙发刷手机。 让她下楼丢个垃圾,婆婆都觉得我不够体谅,打扰她儿子休息。 有时候和她抱怨两句,换来也是不耐烦,那是我妈,我能怎么办? 最终离婚的导火索也是一件小事引起的。 女儿不好好吃饭,我训斥了她几句,婆婆看了一眼,又一次提起二胎拼男孩的事。 前夫也在旁边插嘴,妈就想要抱孙子,你肚子争点气,生个儿子,让她开心开心。 看到他们一家人一唱一鹤,我只觉得寒心。 生女儿时难产,医生已经说我不适合再要孩子。 但心累到一定程度,其实已经没有计较和生气的力量了。 我带着孩子,干脆离了婚,有工作有稳定的收入,真的是女人最大的底气。 后来前夫也来找过我,说她从没想过真的离婚,离婚之后一直很后悔。 可是,一个没有上进心,我对她完全不抱任何希望的人,复合了又能怎么样? 失望攒多了,心慢慢就凉了,友情如此,婚姻亦如此。 哎,小敏,离婚两年。 我和前夫是闪婚,当时什么都没想,就一头脑热渣进去了,结婚以后才知道她有赌博倾向。 闹得最严重的是,孩子三岁时,她整个人到了癫狂状态,房产证都抵押进去了。 我离婚协议都写好了,一堆人出来劝,孩子还小,不能没有爸爸,再加上她一直保证会改,会好好过日子。 可是,我该知道的,当男人踏上堵桌的那一刻,就已经回不来了,她的眼里已经没有这个家。 我只怪自己当初不够狠心,没有早点离婚,以至于后来几年那么痛苦。 后来据说,她也过得不怎么好,追债的人天天上门,家里一团糟,不过这都和我没关系了。 去年武汉疫情,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居家隔离了三个月,学会了修电脑,会通马桶,会换灯泡,感觉未来日子再坏也坏不过现在了。 离婚我至今未悔,唯一痛点,就是觉得亏欠了孩子。 我知道离婚对孩子伤害最大,可是与其让孩子生活在硝烟不断的家庭,变得自卑,怯懦,我宁愿当断则断。 at张先生,离婚三年,我31岁时,生意失败,一下子负债20多万,本来就没有背景没有关系,生活好像一下子就到了谷底。 老婆总说,跟着我看不到希望,这辈子也买不上房,那时候吵架吵累了,就气急败坏,对我说这日子没法过了,离婚。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他,我也跟他解释了很多次,我在努力赚钱还债,一定会让他过上好日子。 可是好像,失败者所有解释都是借口。 没等到还完债,他就真的提了离婚,我试图挽回了好几次,他直接把我拉黑。 后来我才知道,他的家里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,对方虽然离异,但条件不错。 事业和婚姻的双重打击,这其中的痛苦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熬过来。 刚离婚那几年,我过得生不如死,慢慢才接受现实。 可是有一天,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,电话里他哭着说,他真的很后悔,希望还能和我复合。 原来,家里给他介绍的那个对象,有钱脾气也大,动不动就是摔东西,前几天又被他发现,还和他前妻藕断丝连。 可是现在说,这些有什么用呢?当裂痕已经存在,就真的回不到过去了。 at婉婷,离婚十年。 离婚是我先提出来的,身边的人都说我是不是疯了。 是啊,在外人眼里,丈夫事业有成,我养尊处优,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? 可是我理想中的婚姻应该是夫妻能够互相关心,支持和陪伴,而不是。 想找他聊天时,他说工作一天累了,想一家三口一起出门,他说和朋友约好喝酒,想出去工作,他说女人就该收拾家务看孩子。 说我自私也好,我只想选择让自己开心的生活方式。 前夫也不是没找过我,拖了好多人来劝,可是现在的我过得很幸福。 因为我找到了那个可以陪我一起畅谈,一起吃出门,给我陪伴,分享喜悦,共担痛苦的人。 其实生活从任何时候开始都不算晚,只要你鼓起勇气说再见,就会被奖励新的开始。 一段婚姻的开始,每个人都是抱着对未来的美好幻想,没有人是奔着离婚去的。 可是最后还是没能抵过现实,走到离婚这一步。 那夫妻离婚后,究竟谁最后悔? 其实,答案大致相同,后悔的人大都是过得不好的。 因为自己的过错而离婚的人大都抱着一个幻想,以为自己能找到更好的。 可是人都有一个劣根性,喜欢把现在和过去进行对比。 结果发现,自己单身的生活没有,变得更好,反而一路下滑,而找来找去能接受自己的,还不如之前那位。 于是,落空越大,就越后悔,后悔没有好好珍惜。 可是对于伤了心的那个人来说,与其说后悔,不如说是遗憾,遗憾自己婚姻的失败。 可是,婚姻不是生活的全部,离婚也不是人生的终点。 最完美的离婚里有这样一句台词。 我不认为离婚是最坏的结局,最坏的结局不是离婚,而是成为面具夫妻,对对方没有爱,也没有任何期待,却又生活在一起,这才是最大的不幸。 我们不能说离婚一定是件好事,因为它意味着一段感情,从且行且珍惜到往后各生欢喜,也意味着一个家庭,从和谐美满到分崩离析。 但离婚也不一定是件坏事,因为在更加开放的社会态度下,我们不必像过去一样委屈求全,离开有时也意味着重胜。 也许会有痛,也有伤害,但从人生的角度来看,亦是一段全新的旅途。 钱中书说,婚姻是作为城,城外的人想进来,城里的人想出去。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婚姻生活幸福美满,可是现实的婆媳关系,婚后磨合,育儿难题,方方面面都在互相消耗。 人生从来不是完美的,婚姻更是如此。 好的婚姻需要经营,需要经营生活柴米油盐,熬过日子琐碎平淡。 需要的是彼此包容、理解、改变、风风雨雨的磨合中,还有彼此间细水长流的陪伴。 可是,不是每个人都足够幸运,则一人深爱,等一人终老。 两个人走到一起不容易,如果这段感情不能滋养你,那就请你好好爱自己。 证实自己的价值与自己在婚姻中的情感需求,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,并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。 永远记得一句话,离婚不是结婚的反义词。 因为,结婚是为了幸福,离婚也是。 最后,请点个再看。 愿我们都能在这喧嚣复杂的人世间,谨慎选择,在招募轮转中守护自己温暖的家。 如若不能,那就重新认识自己,认识婚姻,重新认识人生。 作者 小点 图片 视觉中国